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比特币背后真正的奥秘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不要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那聊到比特币 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一个 这个致富的一个投资标的 或者是想要透过投资在比特币上面 得到这个扭转人生的财富 但是比特币今天背后真正的奥秘 却不是这些 比特币教会我们的 是一个正确的金钱理念 一个正确的金钱概念 在我真正接触比特币 跟了解比特币之前 其实我不是很明白 金钱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也从来没有真正的考虑过 这个一个健康的金钱体系 应该是怎么样运行的 这些事情都是在 我了解比特币之后学到的 比特币同时也会教会 我们拥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 使用一个正确客观的态度 去看每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的关注力是越来越短 然后想要花时间了解一个东西 背后真正的目的 跟真正的奥秘 跟他被开发出来的原因 这些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从我开这个频道到现在 一直有很多人问我说 Derek你为什么这么坚持 一到五一定要上片 你一定要让自己这么累 然后使用一个日更的方式 来跟大家更新 这个不管是比特币的新闻 或者是币圈新闻 或者是时事发生的事情 还有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态 到底做这件事情背后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把投资一件事情 看作是一个盖房子的过程好了 大部分此时此刻的自媒体 跟Youtuber他们都是在看到一个房子非常漂亮的情况下 它可能是比特币 可能是其他的投资项目 然后当焦点目光都聚集在非常漂亮的房子的时候 大部分的Youtuber都会看到这个机会 哇有个很漂亮的房子 然后此时此刻介绍这个房子 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流量 于是去增加自己出片的产量 来达到增加订阅数 或者是增加观看数的目的 但是大部分人却都只会看到这个光鲜亮丽的房子 却不会想到说它背后建造这个房子的过程 那我在我频道想做的事情 就是教大家这个过程是多么辛苦的 教大家如何盖这个房子 而不是这个漂亮的房子盖出来之后 再跟大家介绍说这个房子到底有多漂亮 那这当然就包含这个盖房子的用料 盖房子要如何盖一个好的地基 然后要如何使用一个正确的方式建造出一个漂亮的房子 那这些东西呢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个心态的影片 然后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策略的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些大环境 时事的影片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要慢慢累积的 今天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地基 使用一个良好的建材 以及这个良好的建造技术的话呢 你是不可能盖出这个漂亮的房子的 可惜的是呢大部分人呢 不会去想到这个建造房子这个繁琐的过程 更不想要花时间在研究这些东西上面 他们只想要看到最终的完成品 这也是为什么在投资市场里面超过90% 都是永远处在一个赔钱的状态 因为他们总是被这个漂亮的房子吸引 但是却不愿意花时间真正了解盖房子的这个过程 那在我的频道当中呢 我就是希望透过基本面 透过新闻 透过一些技术层面 透过一些实事层面 以及这个分享一些正确的心态 帮助大家盖出一个漂亮房子的几率 那当然也不是说我在这边 告诉你这个地基怎么打 告诉你选材要怎么选 告诉你这个建筑技术是怎么一回事 那每一个人都会成功 但是今天如果你愿意学的话 至少这件事情是有机会的 对吧 所以今天这个主题最重要的重点呢 就是绝对不要在牛市当头的时候呢 才开始注意到一些投资标的 不管是比特币也好 以太币也好 或者是爱达币也好 或者是其他任何小项目也好 绝对不要在这些项目翻了十倍 百倍千倍之后 你才开始注意到它 而是要把自己的基本功训练好 在熊市的时候呢 选择一个真正有潜力的资产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在投资市场里面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最后为什么我尝试着 想要天天上片日更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因为我的经验啊 做一件事情呢 如果你可以持续维持21天 就是维持三周的话呢 你就可以永远把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习惯哦 今天我要在这边做的事情呢 就是分享一个正确的心态 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呢 不管你是在投资市场里面 或者是在投资市场以外 做生意或者是上班的任何地方呢 对你都一定会有很大程度的帮助哦 如果今天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然后持续关注我的影片 高达三周以上的话呢 我相信看我的影片呢 可能就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哦 那透过听我每天在这边碎碎念呢 最终呢 你也会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哦 那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呢 最终变成一个成功的人哦 不管是在投资市场里面的成功 还是投资市场以外的成功 如果今天透过我天天的上片 天天跟大家的碎碎念 可以帮助到哪怕是一个人或两个人 那我做频道也就是100%完全值得了哦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 我跟我太太昨天吃晚餐的时候 聊到的一个话题哦 那这个话题呢 可能会比较敏感一点 如果你不赞同我的想法的话 也是100%完全OK的哦 但在这边呢 我只是短暂的分享我的感受 以及我看到的东西哦 那我们要聊的话题呢 就是疫苗 因为昨天我跟我太太在吃晚餐的时候呢 我们就突然想到说 哇 在这个去年的某个时段呢 我们曾经会因为不打疫苗 就没有办法进到一家餐厅吃饭哦 那对于疫苗这件事呢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个anti-vaxxer 那在美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anti-vaxxer anti-vaxxer是什么呢 就是坚持永远不打疫苗的一群人哦 在美国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我自己本身不是这样的人哦 当初COVID疫苗刚出的时候呢 我基本是在这个第一时间就去打了 那我也是打了这个头两剂 但是当这个政府公布说要打booster 就是第三剂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了这个疫苗体系的问题哦 因为今天疫苗如果真的有用的话呢 就不会打第二剂打第三剂哦 所以今天当我打两剂疫苗他们开始讲booster 第三剂第四剂第五剂的时候呢 我就基本上停止打疫苗了 因为我从这件事情看到呢 是政府的贪婪 那此时此刻呢 在美国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人戴口罩了 然后这个疫情呢 基本上也就在这个可能半年到一年前 就已经彻底的结束了 然后身边也没有人在聊这件事情了 但在2021年的时候呢 我还记得去NBA看个球赛 去大联盟看一个棒球赛 你都是要展示出你的疫苗证明哦 如果你今天没有打疫苗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然后进到餐厅里也是一样 你没有打疫苗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餐厅里面 那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打疫苗打不打 应该是个人的决定哦 不应该是由政府逼你去打的 尤其这个疫苗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被开发出来一个产品 你怎么知道在五年后十年后 它会不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这个副作用 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为它是在一个紧急情况下 被推出来一个产品哦 那我身边也有一个朋友 是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 那他现在已经住在台湾了 他爸爸当初呢 也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人哦 他去打这个莫德纳的第二剂 在打之前呢 都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状态的哦 但是因为打了这个莫德纳的第二剂疫苗呢 三天之后呢 他就去世了哦 那类似这样的人呢 也是大有人在 就是因为打疫苗 而失去自己性命的人呢 是大有人在哦 不禁会让我这个不寒而栗啊 就是这个背后推行疫苗这些人 到底是收了多少钱呢 背后的政府跟大公司 到底在疫苗上面赚了多少钱呢 这些都是我普通我们散户不会知道了 那当然我也不是在这边说这个 你不要去打疫苗或者怎么样 就像我刚刚说的 这些应该是这个 每个人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哦 而不是由政府逼着大家去打 那在这个疫情过了三年之后 我们再回来看这件事情 大家不觉得很可笑吗 我随便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在疫情爆发之后 然后这个疫情的扩散速度 在美国是非常非常的快 对吧 那当初是没有任何疫苗的哦 那我们再拿这个台湾做一个例子吧 台湾因为这个疫情的监管 管理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疫情过的一年之后呢 也都是完全没有扩散开来哦 那最后发生什么事 我们当然也知道 就是台湾这个疫情也爆发了嘛 但是在台湾爆发疫情的时候呢 这些疫苗都已经上市了哦 那如果疫苗真的是有用的情况下呢 尤其在大部分台湾人 都是很愿意戴口罩的情况下 那为什么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扩散速度呢 会比在美国还要快这么多呢 那我们再拿这个中国大陆来做个例子好了 中国大陆是最近才结束他们清零政策 对吧 那在中国结束清零政策的同时呢 他们基本上高达80%到90%都已经打疫苗了 但是这个疫情在中国扩散的速度呢 甚至是比在台湾还要快哦 所以今天如果疫苗真的有用的状态下呢 为什么这个扩散速度会如此的快 这个扩散速度应该是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哦 那你可能会说 Derek这个打疫苗可能会降低这个死亡的几率啊等等的哦 那这些都是政府希望我们看到的事情 政府希望我们相信的事情 但是背后却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证明这些事情哦 关于这件事情的总结呢 我认为打疫苗或没打疫苗 这都是每个人的选择哦 是没有对与错的 但是从这件事情上呢 就可以反映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 其实大部分的人呢 他是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的 大部分人呢 都是这个政府说什么 他就是照着去做哦 那这些行为呢 基本上都是奴隶的行为哦 那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聊疫苗这件事情呢 只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自我判断的能力哦 有一个自我审施的能力 绝对不要当一个政府今天叫你做什么事 你就照着做的人哦 这样的话呢 你最终能做到的 就只是当一个称职的奴隶而已哦 OK那我们开始看新闻吧 第一个新闻是关于DCG还有Genesis的哦 那今天呢 这个DCG呢 就开始变卖了一些 他们这个公司持有一些这个资产啊 就是他们ETP的一些资产 那主要是在ETHE 就是在以太币这个项目上呢 他们是开始变卖一些以太币哦 那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人就开始揣测说 这个DCG变卖他们这些ETP啊 是因为要cover这个Genesis 欠给大家的钱哦 那对于这一点呢 DCG还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啦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GBTC的持仓呢 是完全没有变动的 那唯一开始变动呢 是他们这个ETHERIAN FUND 就是以太币的基金哦 还有一些其他小币的基金 对于这件事情 如果DCG后来有做出一些说明的话呢 我会再做新闻跟大家更新哦 下个新闻是关于以太的这个测试链 浙江测试链呢 在昨天呢 是成功的第一笔 把这个stake在以太坊上面的 这个以太币给拿出来了哦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啦 那我们都知道 下一个重要的升级是上海升级 那在上海升级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个 质押在以太坊上面 以太币可以拿出来 呃 变得说就是一个自由的质押 不会像之前这个质押上去的以太币呢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拿出来哦 那对于这个浙江升级 还有上海升级呢 很多人就在说 为什么以太坊要选择 使用中国大陆的城市民 来命名这些升级的项目哦 对于这点呢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啦 就是这些名字呢 其实都是之前这个以太坊 Develop.com 就是办过的地方啦 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以太坊的开发会吧 他们举办过的一些城市呢 他们的升级是用这些城市来命名的 就像之前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Berlin Upgrade 就是Berlin Upgrade啊 还有伦敦Upgrade啊 还有这个巴黎Upgrade啊 到现在的这个上海Upgrade 其实这些地方都是以前以太坊 举办过他们这个 Development Conference的地方哦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这个以太坊 是这个特别喜欢中国城市还是怎么样 只是刚好最近这个升级的命名呢 轮到了中国这些城市 所以才会有上海升级 还有浙江测试网这些名字哦 下者新闻是关于FTX还有SBF的 那这个SBF呢 不只是被这个司法单位告啦 然后他本身呢 也有遭受到非常多的这个民事诉讼 就是所谓的这个Civil Cases 那今天法官就表示说呢 在SBF的这个Criminal Cases 就是犯罪的这个案例 结束之前呢是不会去触碰这些民事的诉讼 所以这些在FTS上损失大量的金钱 然后对SBF提出民事诉讼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要再等等哦 要等到刑事诉讼的这个整个过程结束之后呢 才会开始进行民事诉讼这个部分哦 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这个FTS破产事件的法官啊 今天拒绝SBF的这个要求哦 那SBF的律师呢 在前几周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这个SBF可以使用这些通讯软体 然后去联系一些这个FTS的相关人士啊 那这件事情呢是被这个法官拒绝了哦 那今天法官同意的是说呢 他可以使用一些像WhatsApp啊 或者是FaceTime啊 或者是Zoom 还有Email的方式呢 去跟外界做一些联系哦 但任何这些沟通呢都是会被监管的 就是等于是有点像是被监听啦 那至于SBF想要尝试的取得之前FTS一些使用权呢 这件事情就完全被法官给拒绝了 下个新闻是关于这个美国橄榄球这个Super Bowl的哦 那我们都知道去年这个Super Bowl呢 呃也被称为是Crypto Bowl吧 因为去年呢 有四家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呢 都有在这个Super Bowl的时候呢 呃进行他们的广告 那在美国呢 Super Bowl是每年最多人看的一个节目哦 所以这个Super Bowl的广告呢 一向也都会成为这个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啊 因为要在Super Bowl上做广告呢 是非常非常贵的哦 我记得一秒好像就是好几百万美金吧 但是很遗憾呢 在今年这个Super Bowl 即将在接下来的这个2月12号展开 但是今年的这个Super Bowl上呢 就不会拥有任何加密货币的这个广告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转播Super Bowl这个电台公司呢 叫Fox Sport 那他在这个FTS事件破产之后 发生之后呢 他们就拒绝任何加密货币的广告 那在FTS事件爆发之前呢 其实就有两家加密货币的公司 已经跟他们达成这个广告协议 但是因为FTS事件呢 这两家公司呢 也没有办法在今年的Super Bowl上做出广告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Super Bowl呢 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任何加密货币相关的广告啦 今天最后的新闻是关于土耳其的哦 那很遗憾 这个昨天在土耳其呢 是发生了高达7.8级的地震啊 那到目前的死伤呢 应该是已经超过4000多个人了 那也希望在土耳其的所有受害者啊 都可以赶快走出这次的阴霾哦 那在今天呢 这个土耳其的一个歌手 他的名字呢 叫做Haluk Levent 那他今天呢 就透过加密货币的形式呢 在短短的一天里面呢 他就筹到这个200万美金的这个捐赠哦 那主要会用来帮助土耳其的一些 这个灾后的重建啊 那我昨天是有看到这个地震的一些影片 真的是非常非常吓人哦 然后其中有一些影片是拍到这个余政 然后这个身边的这个建筑屋都是瞬间倒塌啊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这些营救的组织啊 不管是消防员啊 或什么的 也在这个营救的过程当中呢 失去自己的性命哦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保持一个感恩的心啦 就是至少我们今天还是处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加密货币当中的投资的损失呢 也只是金钱上的一些波动哦 那跟这些土耳其的灾民 还有这些不管是乌克兰 或者是俄国打仗的这些人来说 他们都是随时有风险 会失去自己的性命的 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 在这个我们投资组合缩水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感觉好一些 对吧 那今天的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明天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明天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